是阵亡 巴亚三的军方发言人阿巴斯将近说 战争可能要持续六周 整个战场面积大概是3310平方公里 政府军从多个方向向同一个方向进攻 就一定要在塔利班逃离之前消灭他们 那么目前的政府军下一个目标 是占领整个区域 还是清剿完了以后再返回 还不太清楚 但是政府军担心有一些人会逃往阿富汗 或者巴亚三内地 那巴亚三空军今天还出动了战机驻战 那么从塔利班方面看 他们用汽车炸弹 路边炸弹 人体炸弹和游击战作为反击武器 塔利班今天再次袭击了巴亚三拉赫尔市的 联邦交差局的一所大楼 并再次采用由摩托车开到冲撞大楼 造成大爆炸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那巴亚三民众也给予了危难观众 民众的普遍心理是战事希望尽快结束 尽快恢复平静生活 战区附近的民众描绘战场恐怖气氛的人很多 但谈论陆军和塔利班熟事熟悉的人还不太多 巴亚三所有的大城市都进入了红色警戒状态 那么尤其是这个在首都伊斯兰堡 大概500米左右的地方就设立一个 每500米左右设立一个安全检查站 拦截过往车辆 尤其是检查汽车的后备箱和前车盖 担心有一些恐怖炸弹会藏在里面 另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联合国内机构 统统的搬到了这个 巴亚三中央把守的外交公寓和各大办件 以防止像10月5号那种的联合国 两种组织遭受的恐怖袭击量呢 不测试再度发生 嗯 就是从你感觉到的这个气氛来看呢 还是比较紧张的 对 那么巴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对塔利班情绪全面倾角 那么这是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这个一系列的恐怖袭已经造成了175人死亡 巴亚三陆军总部遭到了羞辱性打击 在塔利班围攻陆军总部的10号到11号 陆军参谱居然被围困在总部达22个小时 现在已经容不得巴亚三陆军 有任何的犹豫和宽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巴亚三陆塔利班目前的自杀性恐怖袭击 波及的全国范围 也激起了巴亚三全国上下左右的义愤填膺 国会和政府完全支持此次行动 达到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使得陆军进攻塔利班出师有名 有民众的支持是选择精神打击的最佳射击 第三呢 造成此次战争的突然性 本来呢是准备明天晚上发动打敌 那么为了因为由于过去跟塔利班交战了三次 都是因为这个达成的停火协议 全功尽弃 而这一次呢 巴亚三陆军不准备跟塔利班实行妥协 那么这样呢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 又不准备跟他妥协 那么发动此次战争的突然性 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提前36个小时 就是为了征集最大效果 最后一个呢 是巴亚三冬季将至 巴亚三陆军必须要迅速完成军事打击 以防止对方冬眠 另外美国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 包括液智装备和轻微通讯系统 所以呢 从一切 从陆军的现在情况下是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是选择打击塔利班 或者彻底消灭塔利班最佳时机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周荣 给我们介绍的一个塔利班的 巴亚三陆军打击塔利班的最新情况 回到演播室 你看刚才周荣 别忘了